這也就是標榜他的能耐 鍾成佑這一棒打成了在左外野方向 喬主安打了 繞過一點之後現在上到二籃 二籃安打 也稍微偏高了 不要投升卡球在高的位置 會比較危險 因為二縫線的持球 必須要投在比較低的位置 比較有下沉的效果 這個球出發 安打接下來又來了 球滾得還蠻遠的 要得分喔 要得分喔 繞過三壘之後呢 現在要回到本壘得分 繼續要衝三壘 也沒問題 就是一隻三壘安打 喔 鍾成佑 今天兩戰打都是長打 一隻二壘 轉眼之間 這個原本是5比0 因為這一局裡面有兩次失誤 造成的 目前是三分的非智者 可能 那也 無形中你的失誤呢 也讓對方原本很沉悶的士氣呢 帶動了上來 對 有一點一發不可收拾 必須要 這一棒打成了在中間方向 斜坡落地的時間 加英在安打 再來上跑者要回到本壘得分了 雙方現在是6比6 戰成的平手 陳新鋒的跑壘也沒有話講 因為 擔心的是平飛球被接到 畢竟還是只有 這個一出局的一個狀態 不勉強 這一棒打成了在左外眼方向 這個球 這個球 完全打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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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鍾成佑 這時候一支兩分炮 完全打擊洪一中總教練 傻眼 銀牌聽到了 最難的 我們看看 滾仔斷魚 棒子真的是打斷了 結果球還飛這麼遠 對啊 他是在第一個打擊二雷安打 接下來是三雷安打 一雷安打 以及在第五個打擊打出的全雷打棒子 真的斷了 莫把在他的手上 對 哇 不可思議了 什麼時候